走到最後面 還可以有一個私人的小移軟 接下來帶大家看主臥室的部分 換光臨 主臥室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入住就是一個人住 所以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就可以兩間管理住 最高級的這個Villa 一個晚上的住宿費用 大概是XX元的日幣 各位觀眾 為大家介紹我今天即將入住的 Speedway 最高級的Villa 進去了啦 我們今天這集要花100秒的時間 介紹完這整間最高級的Villa 100秒的時間 Start 首先看到這邊就是你可以有一個私人的停車庫 如果你今天是開車來到Speedway的話 可以直接把車開進來 那映入眼簾的呢 請大家轉過來 這邊就是直接一進到底的 有沒有看到你的客人如果來這邊 喝個小茶咖啡才可以入座 那再往後看一點點 也就是這邊超級有Sense感 就是那樣的設計感的一個特定 那往左邊轉呢 就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一個廚房 廚房旁邊也有很多的各種家具 那再來我們往外看 走到最後面呢 還可以有一個私人的小庭院 小庭院旁邊還有椅子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這邊稍微稍作休息 看一下富士山的View OK 我們來到裡面 你剛剛這樣是什麼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客用的衛浴 有沒有看到 客用衛浴的高級感也是非常足夠的 如果你朋友來突然想要洗腦 也是OK的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主臥室的部分 換光臨 來到主臥室的地方 一路也連就是直接兩張單人床 那這邊有一個非常大的 大概有72吋的大櫻木 來到裡面呢 哇靠 它的這個 鮭魚設備真的是非常高級 除了一個個人換衣間之外 再往裡面看 欸 如果你今天早上起床摔牙 跟另外一半不用搶 一人一個剛剛好 再往裡面走 就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人可以直接坐下去 是完全沒問題的浴缸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看的 這個Fuji Speedway Hotel 最高級的這個Villa 一個晚上的住宿費用 大概是15萬元的日幣 那如果你是來朝聖東京高院的路線 然後在終點這邊逛一逛 想要入住 但是又覺得這邊 稍微有一點點貴的話 沒關係 帶大家來看一下對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 我後面就是Fuji Speedway 這邊的Hotel 比較便宜一點的住宿 一個晚上大概是5萬元日幣 那相對來說 其實住上面呢 看出去富士山的view 也會比較好 好啦 推薦給大家 在一起 我會看到 有一個地方 在一起 我們要在一起 我會聽到 這間大小明星的遊戲 我會看出去 我們可以坐在一起 來看出去 還有一個地方 在一起 我會看出去 我會看出去 你會看出去 我會看出去 我會看出去 有一個地方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間在御電廠Outlet旁邊 超級經濟實惠的一間飯店 這間還是溫泉飯店 大家來看一下 兩床房看出去有沒有看到背景 今天天氣不太好 我們自己P一下 這邊就是富士山耶 你可以相信嗎 你晚上可以看著這邊富士山美景 重點是下面就是御電廠Outlet 其實你下面逛一逛上來 就直接可以在這邊泡個溫泉休息 超級舒適 旁邊也就是新幹線御電廠站 超級舒服 重點是這邊房價 超級實惠 這邊一個晚上 日幣只要10700單人房 但如果是雙人的話是21000元 其實大概是台幣除以股大概是4000多塊 我覺得算是日本相對來講 房價很便宜 但是空間來說其實是蠻舒適的 這個富士山在背景陪著你逛街 太享受了吧 這裡很讚耶 所以當地超多日本人也很愛來這邊逛街 因為其實雖然他們沒有 就是tax free的價差 就是沒有免稅 但是其實以 其實coupon來講 很多折扣券還是蠻便宜的 那邊是一個大站 好 OK 究竟在三島站旁邊的溫泉飯店住起來如何 我現在人在他的玄關處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一進門這邊就有簡單的化妝台 然後有一些平常你會使用到的東西基本上都在這 那這個廁所啊 衛浴設備其實就是跟我們想像中的基本上是一樣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塑膠類型的日本衛浴設備 但沒關係這邊樓上有非常非常厲害的露天風呂 它是可以直接從14樓跳望富士山 而且男堂跟女堂看出去的視角還不一樣 重點是我剛剛上去稍微看了一下 它竟然還有烤箱耶 然後它其實分室內池跟室外池 那個感覺真的很棒 好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床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一進來 其實這邊就是一個雙床房的房型 那我們今天入住呢就是一個人住啦 所以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就可以兩邊滾來滾去 那它也有附上了 就是日本溫泉飯店必備的這種就是浴衣 那再往前看呢 可以看到我身後的風景 這邊就是可以直接一覽 雖然今天天氣不太好啊 但其實遠看那個方向 它其實就是富士山 如果天氣很好的話 可以直接在你的床旁邊睡醒 就可以看到富士山現在 滿頭都是雪的這種狀態 真的是非常綺麗的一個場景 旁邊這邊呢 我覺得最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杯子 它的杯子很特色耶 你可以直接這樣看 富士山直接在這耶 看起來很棒吧 等一下樓下聽說小賣部 不是小賣部 就是他們的RODY那邊其實是有販賣的 等一下來去買一個帶回家 那這邊入住的價格呢 一個晚上大概是3000多塊的台幣 那我覺得以這樣的飯店房型 相對於東京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寬敞了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還有很現代的就是露天風呂 還有13樓的BUFFET的早餐 我覺得非常值得 好我們去看下一間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幾天即將入住的Cornas Day 聽說它是一個對於自行車相當友善的一個飯店 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這間飯店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走吧 一進門馬上就可以看到 在入口就有一個大大的利車架 這個也是一個單車非常友善的證明 就是你可以牽車來可以稍微掛著 然後進去就可以辦理你的入住手續 但如果你放外面擔心有危險線的話 也是可以把單車往裡面牽的喔 一進來到裡面 就超級有日本當地的這個感覺 除了看起來的建築非常厲害之外 重點是它有一股淡淡的 應該是燒木的這種燒材的味道 非常淡淡的香味 然後可以看到旁邊這邊 它也標出了附近 非常適合騎單車的路線 像我們現在是在伊豆之國這附近 那就標出這條你可以騎乘的路線 超級漂亮 再往前看 因為如果你擔心 你平常補給平台不夠的話 這邊有基本的一些小補給 很貼心的是 大家可以過來看這邊 你有看過販賣機裡面 可以投到挖胎棒 打鍊器 還有一些萬用工具嗎 這個是單車友善點的證明 接下來可以看到它旁邊這邊 就有滿滿的利車架 就可以把腳踏車先暫時放在這邊 然後開始辦裡面入住手續 我們再往這邊看 如果你沒有帶車也不用擔心 也可以看到裡面有滿滿的自行車 提供租借的服務 那像是附近的幾條路線 可能有一些挑戰性 你就可以選擇租借這種E-Bike來挑戰 像是富士山這種稍微帶一點坡度的路線 最後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就去裡面做一個舒服的烤火行程 有沒有看到 這幾天的晚上 我就是坐在這裡 獨自的享受 現在進鋼線 晚上大概只有8到10度的天氣 在這個火爐旁邊 超級舒服 而且味道 這個香味 就是從這個樹木 燒炭的香味來的 為大家介紹 KONASTE更經濟實惠的選擇 跟我一起往內開 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裡就是他們的膠囊旅館系列 這個房間總共有12個小床 然後我們隨便開進來看一下 它裡面呢就是像這樣 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不爬進去了 因為沒有洗澡 這裡面就是有一些燈啊什麼的 然後一個人的床 就是直接一個枕頭 床鋪然後臉被 那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它這邊還有大家私人的櫃子 那總共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大的長櫃 但這個櫃子看起來 這個大小一定是放不下你的行李 所以這基本上應該就是 你自己的隨身包包 行李應該是疊在路上 然後下面就可以放一些這個地方 OK 我們去看 下一個房間 我現在在 他們這邊的Z-WEEP體驗室 太大聲了 這邊呢就是他們的Z-WEEP體驗室 那其實這邊就是平常 如果你 因為是入住一個單車主題的飯店 所以 如果你沒有自己帶車 你可以來這邊稍微動一動 然後它有Z-WEEP的軟體 還有直接有車子可以給你使用 那很方便的是 其實現在因為晚上 其實旁邊這邊在平常的時候 也會有可以預約就是按摩 其實是非常舒服的 那你運動完 它後面就有一個沖洗石 或是你直接到大浴場泡澡 都是非常方便的選擇 接下來幫大家介紹 第二種房型 我身後的呢 也就是我這一次入住 帶你們來看一下 一進來呢 這邊也就是一個玄關 玄關處這邊 通常就是放一些行李啊 或是一些你可能沒有想帶進去的東西 然後它很給大家方便 就可以換成拖鞋 好 進來 往裡面看 啊 すごいです 來到日本的就是住宿 我覺得來到這邊很古色古香的 第一個當然是建築的 都是木製的 那第二個 就是它的這個榻榻米香味 一進來 忽比而來就是這種 哇 真的很有日本的味道 那再看到這個床型啊 因為其實這一次我們是入住 它其實是以人頭計算 但可能是因為房間數量有關係 最後我一個人入住 結果它給我三個床 所以我有一兩個床是拿來 就是堆放行李使用這樣 那如果你很開心 你可以一天換一個 那這個就是看當時候 你在預訂的時候還是哪一種類型 那比較特別的是啊 它在後面這邊 我覺得這個櫥窗 都是我自己入住自己 覺得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很舒服的這種夜燈 然後你可以調亮度暗度 然後最後睡覺前把它關掉 這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個小地方 然後它的設計 整體都是超級古色古香 我這幾天拍攝回來 就直接在這邊 然後放空一下 再把電腦拿出來再為工作 然後就是一個非常 除了工作之外 除了睡覺之外 它也是一個 在日本相對來講 我覺得空間很大的一個住宿環境 那該有的就是像一些茶啊 或者是衣櫃啊 都有一些備用的床具或什麼都可以使用 再來看一下廁所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廁所 有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地方 這個房間沒有浴室耶 沒有洗澡的地方 因為其實在日本是這樣 就是它這邊有很多的 男女的共用大樓桃 那其實來日本 你一定會想要稍微泡湯一下 尤其我們現在來到伊豆這個溫泉區 所以我自己是完全可以非常接受 像這樣的環境 就是我直接來這邊 就從住宿跟廁所灌洗 就是只有洗臉摔癢 洗澡的時候 我就會用大樓桃 那就帶大家去看一下大樓桃吧 當然他們還有很貼心的一個 就是飲料吧 如果你有一點口渴的話 這邊有超級多果汁還有咖啡 都可以供大家使用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次來到靜岡 所開箱的三間飯店 不管是你想要住奢華一點 像Speedway這種很高級的飯店 或是離Shopping Mode 非常近的御殿場 旁邊就是一個溫泉飯店 甚至你非常喜歡自行車原宿的 這個主題的Cornus Day 我覺得三間飯店都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挑選一選 適合自己的來做入住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來幫大家開箱靜岡線的飯店唷 我是今天的教授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啟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多頂點 Bi-ik-ik-ik-k 呀 Komma